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這次餐點像這個是我們 百分之百純牛肉進口的 4盎司厚牛 那我們這個是 主廚的特調醬汁 那吃起來的話它的口感就是 份量很足夠 那牛肉咬下去的話 它會呈現是多汁的感覺 那份量就會很足夠 吃起來就會讓人家有飽足感 對 那這的話是唯一美克朗主的餐 那我們的克朗普呢 是我們從法國進口的麵團 對 那吃起來呢有可頌的酥脆 那有鬆餅的Q軟 對 那這次主的餐 吃起來的話也是 比其他早安店還有份量還要更滿足 然後更優惠 對 那這的話 呃 傳統早安店都會有 那 只是我們 多了 呃 薯條這個東西 那份量看起來呢 就會比較 更豐盛 那我們選擇的是 新鮮的每天都會 每天早上都會進行新鮮的生菜 那吃起來就是多了新鮮 然後滿足 對 那這個款就是我們的百分之百 全豬肉的肉鬆蛋餅 對 那它可以真正吃到 呃真正的豬肉的纖維性 所以吃起來會有 滿足感 呃 我們選菜都是經過 SGS 認證的 對 那 我們除了 SGS認證之外 我們自己的 總部那邊呢 總部室那邊呢 也會自主送宴 檢測 對 所以在食材的 用心程度上面 我們是 絕對安心 當初想要開箱加盟的原因 是在於說 呃 因為我原本從事的是 設計 設計的工作 對 那是為了以後退休做打算 對 因為退休了 就沒有所謂的 工作嘛 對 那私立就是要 退休還要為了你的退休生活做打算 所以我 會加盟這個原因是 為了以後退休 然後會有更好的生活 品質 所以才選擇 就是做 選擇QBOX做加盟 這也是經過評估啊 因為我在大學時期 是在85度C打工 對 那他那時候的感覺 我那時候打工的感覺 在現在選擇QBOX加盟的時候 我有看到 那時候的未來的發展 發展的好處 開店的過程 其實經過QBOX總部的那邊的訓練啊 指導啊 其實他們都指導得很好 就是循序漸進 然後一步一步的教導我們怎麼去 去做 然後去完整整個開店的一個過程 首先我們會有一個 為期將近快一個月的實際的訓練 就是去到別家店去做實習操作 對 那去實際操作一個月 訓練一個月之後呢 回來呢 我們就是要回來開店的時候 總部那邊也是會有人來做協助跟資源 因為我是從2021年的2月 開始加入QBOX 那很不幸的就是在 美多爾就疫情三級警戒 對 那總部這邊呢 又有一個很好的方案 就是我們有APP 對 那就是可以讓客人 就是在手機上點餐 那點完餐之後呢 他們就可以 依照他們的時間 來做取餐 然後就可以走 所以避免我們的員工跟顧客呢 有太多的接觸 所以保證了我們的員工跟顧客的安全 取餐的地方是因為 我們隔壁條就是日月光 那它是一個住商型的一個 算是一個社區吧 對 那附近也有很多的新的建案 那大樓也是社區很多 對 那就是大樓林立啊 就是像旁邊那邊也有好幾棟圍都在蓋 對 那在過去那邊也有土城堂跟醫院啊 然後附近也有市場啊 商圈啊 對 客群嗎 就是 家庭啊 家庭居多 或者是上班族經過 這條路蠻多 上班族上下班都會經過這條路 對 那還蠻多媽媽會推著玩玩車 帶著小朋友 進來用餐 首先是我們食材的把關 那再者就是我們的方便性 然後因為我們多了APP 然後APP呢 我們有多達十幾項的支付方式 所以客人在取餐的時候呢 可以馬上拿就走 所以他早上在出來的時候啊 就可能點個早餐 出門的時候可以拿就走 不用像今天早餐店還要在這邊等 對 這是我們比其他早餐店的一個優勢 那再來是我們的那個用餐環境 對 那就是明亮乾淨溫馨整潔 那我是Google土城原林佳蒙店的店長 歡迎大家來土城的時候 來照市早餐喔 我們其實之前就住在一個很小的套房裡面 但是我們一直很努力 想要趕快賺到錢擁有自己的房子 好不容易存到錢買 卻買貴啦 其實四個月前 才成交了一千萬的房子 轉手給我的時候 已經到了一千五百萬 才短短四個月還就貴了五百萬耶 你知道那是我們幾年的薪水嗎 買賣房子不想被騙 請指明實價登錄完整揭入到門牌的房仲 永慶房屋宣示 為提供買方前一手成交價格 買貴保證最高退三百萬 先誠實再成交永慶房屋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